昨晚有朋友发来一段很感慨的话 1999年中国人是含着泪在美国使馆前抗议 2020年中国人是带着笑在美国领事馆前合议 时代真的变了一晃21年过去了 正如新华社律前一篇评论所感叹的 国际社会对美国单边霸凌的做派早已经熟知 中方对其访华政客的下限也有所预料 但尽管如此 无端地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这样的举动依然令世人沉默 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中国一个领事馆给关了 愿王毅的话说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 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 其目的就是企图彻底地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毫无底线 这样的美国哪里还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但时代真的变了中国有中国的谋略 不会水美方起舞 但也绝不容许美方胡来 中国对等反制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美国成都总领事馆外面 最近几天很多人在围观在拍照在直播 当然也有一名男子激动地扔出了一串鞭炮 但对不起这能被官官机关依法的行政警告处罚 风暴眼中的成都再次为世界所知 但却很平静很祥和 这也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但我总觉得这其实更反应了 现在中国人的幽默和自信事情不可谓不大 但我们微笑面对因为大家很自信 我们国家有足够的智慧 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这一切 毕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21年前的中国 体量不一样了 1999年中国GDP是1万亿美元出头 美国是近10万亿美元 弱大的一个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 美国是世界第一 当时的中国排世界第七 前面还有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中国连意大利都不如 但到了2019年 中国GDP是14万亿多美元 美国是21万亿多 中国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 中国早已经超越其他西方国家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尤其是不寻常的2020年 中国第一季度GDP跌了6.8% 但第二季度就转正为3.2% 世界很惊叹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IFM的预测 中国将是今年世界上 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种唯一太不简单 同样还是IFM的预测 美国第二季度GDP将为说37% 全年下降6.6% 同样的问卷 各国交出了不一样的打卷 关键时刻 霹雳手段才是菩萨心肠 更是执政能力 美国似乎还是那个美国 甚至都不是原来那个美国 看了一眼今天凌晨的统计数据 美国确诊人数已超过400万 稳居世界第一 以至于 见多使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也很感慨 美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 最发达 最成熟的国家 应对疫情 滥至如此程度 既然能费解 也令人盛世 不仅仅是赵立坚 美国抗议队长福奇都在感叹 我没见过这样的社会 这还是美利坚和中国嘛 时代真的变了 以前美国说一不二 但现在呢 以至于德国总理默克 不止一次的感叹 美国已经不是那个美国了 他后来默默地贴出了一张经典的照片 时代真的变了 21年前是整个民族的悲愤 呐喊 并刺激了这个国家卧星产党 奋花图强 21年后 中国受到了世界更多的关注 尽管能有着种种的不足 但国力的提升 幽默共睹 航母下海 大飞机闪天 高铁更是势通八达 更关键的 我觉得还是人们心态的提升 肯定能有愤青 难免还有各种扎音 但这么重大的事件 我们依然微小面对 这其实就是一种自信 自信这个世界 就没有中国人过不去的看 尤其是 最近这场疫情大考 让中国人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有过教训 但我们勇敢面对 反观美国 一件又一件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直到今天 很多人还在口罩问题上 争论不休 一患21年就这样过去了 当年的悲愤呐喊的青年 应该也早已经 维伦富维伦母 又一代后来 已经奔腾 开始不一样的自信人生 时代真的变了 中国人以淡定的心态 看待中美外交冲突升级这一事件 对于中国 以对等的方式反击美国的政治挑衅 中国人是压倒性的支持 国民的心理状态 内在地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状态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表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在声明中称 我们以指示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 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的失人信息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 正如我们不会容忍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窃取美国就业机会和其他的恶劣行为一样 特朗普总统坚持中美关系应该是平等互惠的 从美国的声明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 美国关闭领事馆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失人信息 第二中国侵犯了美国的主权 第三中国恐吓了美国人民 民运人都知道这三个根本不是什么理由 美国也没有拿出什么证据 有人问中美之间会不会断交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叫做建交 所谓的建交就是指两个国家通过协议和公告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然后在对方国家建立大使馆和领事馆 派出外交人员 大使馆派国家代表的整体利益 主要涉及政治领域 其实是经济文化科技的 一般都设立在对方的首都 领事馆主要承担海外公民和海外利益的保护工作 相对而言属于第一级的政治领域 一般设立在对方的重要城市 什么叫做断交 所谓的断交就是指两国间终止正常的外交关系 关闭对方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 召回大使和所有的外交人员 一般来说两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 一定会撤销大使馆 但是不一定会撤销领事馆 因为领事馆主要是针对民事的 现在美国关闭了中国驻美的一个领事馆 这就会让中国公民去那个地狱不方便罢了 这本质上是在隔绝两国老百姓之间的往来 比断交还要恶劣 断交一般只会关闭大使馆 不会关闭领事馆 但是现在的美国连领馆都关了 而且特朗普还威胁 可能继续关闭更多的领事馆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极有可能会采取对等的做法 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问题 胡锡进说 中国可以把美国驻香港领馆给关了 我觉得非常有利用 因为与内地的领事馆相比 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是一个真正的间谍窝 当然了 关闭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比较麻烦 因为涉及到特区政府 最终 中国决定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领馆 其实特朗普做出这个决定 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只不过是 为了即将到来的大选照点事而已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 如果这种做法 不能够为特朗普赢得更多的选票 他还会这么做吗 所以这件事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决定 背后更有大量的美国人的支持 事实上 美国早就在家属和中国脱钩了 现在中国 也不怕和美国全面的脱钩 这从最近一段时间的两件事上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第一 中国出台了香港国安法 然后美国就着急了 不但威胁要制裁中国 而且还把中国告上了联合国 但是被中国给一票否决了 这么多年来 香港几乎每年都在闹 都有美国的身影 比如2014年的战中事件 那次事件并不比2019年反修例差不多少 但是我们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主要就是为了稳定中美关系 那时 我们还不具备和美国硬干的条件 但是 今年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制定了国安法 制定了国安法以后 美国在香港近70年的布局 就被连根的拔起了 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就说明 中国已经不在乎和美国是破脸了 美国又想拉着一般人来制裁中国 但是除了英国外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响应 现在的美国 就是继续打压中国高科技而已 但是除了极少的几个国家跟着 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国家响应 现在的美国 无非就只能是到南海要扬威想 但是那个对中国根本就没有用 现在的美国 手中最大的一张牌 也就是台湾牌了 美国如果敢打台湾牌 那么就会像香港牌一样 以后就再无台湾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